研究進一步採取終止 ECFA早期收穫 農漁 機械 汽車零配件 紡織等產品關稅減讓等措施 台灣大選前夕 中國才預告新一波制裁 如今未來四年 綠營確定繼續執政 這樣的經濟打壓手段 會不會更頻繁上演 賴清德過去的抗中言論 恐怕讓中國擴大打擊面 中京院WTO及RTA資深副執行長 顏慧欣也認為 上一次取消ECFA 學日向石化產品優惠關稅 威嚇效果大於實質 中國下一步將帶來明顯衝擊 從其他石化 工具機 金屬製品 清潔 化妝品等下手 那台灣出口中國前30大項目 會不會也受到衝擊 石化業者也直言很辛苦 呼籲政府協助產業往東南亞走 降低雙重課税傷害 畢竟中國面對內政壓力 以及美中角力之際 曾經喊出台獨的賴清德 就容易成為中國下手目標 本來就更重異 已經應該很清楚 這個路線已經不可再回逆了 中國一定會做更多的動作 在卵害硬質下 當對等尊嚴對上九二共識 兩岸對話恐將持續空捲 該如何替產業開闢新道路 是賴清德高呼自由民主之外 必須衡量的必考題 卵語新聞裝備打翻飛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 按讚 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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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